0.1毫克便可致死 鹅高经线梧桐山峰景区 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通缉令 深圳全市紧急排查 希望把毒物要杀在摇篮里 到底是何方神圣引得如此骚动 深圳一位市民在梧桐山峰景区踏心游玩 发现树上长的蘑菇白白嫩嫩 就拍照问问景区管理人员这是啥蘑菇 言外之意是能怎好 没想到这把景区管理人员吓了一跳 这白白的蘑菇正是鹅高郡的一种 人称白毒散蘑菇 人们的认知里有个误区 认为颜色鲜艳的生物才会带有剧毒 所以五颜六色的蘑菇会有毒 白色的蘑菇多半是没毒 这是有关蘑菇的谣言中流传最广 影响力最大 杀伤力最强的一句 白毒散含有了高毒素 属于环碳化合物 绝大多数的化学结构稳定 耐高温 一般烹调加工不能改变其结构 进入人体后对肝脏和肾脏有强烈的毁坏作用 而其毒性之强 只需要0.1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 致死率非常高 甚至被评为世界上最毒的蘑菇之一 白毒散蘑菇与普通的蘑菇长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长大之后就跟一把伞一样 颜色是白色的 主要分布在树边上或者草丛里比较湿润的地方 因为看上去跟普通的蘑菇没什么两样 所以经常会被被人误实 误实了白毒散 一般会经历以下几个过程 1.潜伏期 在吃下去的30个小时内 你不会感受到一场 只会觉得鲜免好吃 2.肠胃反应 一天后 你会明显感到肠胃不适 开始我吐反胃 难受的不行 3.驾驭期 在这个阶段 你会觉得身体好转 肠胃没那么难受了 但是就在此时 肝脏的病变已经在发生 4.内脏损害期 这个时候 毒素已经在毒害你的肝肾等内脏器官 如果不及时治疗 死亡率极高 5.精神症状期 毒发的病人 开始呈现烦躁不安 甚至惊觉 昏迷 毒发的两天内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人就会因为五脏六腑损伤 迅速死亡 毒性之强烈 堪称一绝 网友说了这么个案例 我的小学同学 还有他哥 家住山里 有一天雨后 奶奶在山里 采了一把蘑菇 奶奶大半辈子都住山里 一般蘑菇也分得清 觉得没毒的 就带回来煮了汤 汤煮好了 味道非常鲜美 老爷爷老奶奶舍不得喝 留给孙子喝 他父母也喝了一点 吃了不久 他家其他人都没事 就我同学跟他哥 肚子隐隐作痛 还坚持上学 没告诉老师 这样坚持了三四天 突然两兄弟都没来上学了 我还觉得诧异 老师也不知道咋回事 一个星期以后 才有消息传来 这哥俩也不在了 我当时心里凉凉的 不知道他奶奶爷爷父母是否从悲痛中走出来 也不知道他父母后来有没有再生育 他们住大山里 我家住山外 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即使在深圳这种一线大城市 每年务实蘑菇中毒的案例也不少 仅在2020年 深圳就至少报告三起白毒散中毒事件 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 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有效的鉴别蘑菇有没有毒 由于已经有过前车之线 所以这次当地有关部门快速响应 立刻搜山检查 渡局危险发生 而对于我们普通市民到底该怎么做 第一 路边的野菇不要踩 不要用自己浅薄的认知来挑战蘑菇的毒性 亲者看到满世界的小精灵 众者一年早逝 第二 路边的野菇不要摸 不只是实用 摸也不要摸 蘑菇是一种真菌 毒蘑菇毒性强烈 抚摸过程中 极有可能会有有毒粉末粘在手上 从而进入伤口或者口香0.1毫克毒素 就能致命 不是说说而已 第三 路边的野蘑菇不要吃 有人认为毒素本质是蛋白质 只要高温烹饪就可以让蛋白质变性 就能放心使用 但是这并不靠谱 本视频中的主角 额高毒素就是一种化学结构稳定 耐高温的毒 一般的烹饪方法根本不能破坏它的毒性 总结一句话 就是对野生蘑菇进而远之 真爱生命 远离毒蘑菇 关注我 带你看看世间万象 宇宙洪荒